这是在龙山市 我是公民记者 好奇宝宝 今天在龙山市这边 吃午饭 吃素食 那这间店呢 其实我已经来过很多次了 我是在网络上看到的 因为要这个 带朋友来这边观光 我需要知道 哪里有素食可以吃 那我曾经先来看过 然后我觉得很不错 所以我带着我的朋友来吃 然后从此以后 每次我到这个龙山市 捷径站这边 我都在这边吃午餐 那今天呢 我有一个很特别的事情 就是我看到这个 庆辉 我第一次吃到庆辉 那我就想 顺便也跟这位 红女士 她是这边的老板娘 跟她请教一下 她今天为什么会想到 要做庆辉 为了大家健康 吃这道菜身体 不味 不味 现在菜价很不味 就顺便说 这道菜给客人吃 给他们感受 庆辉是一种菜 素材 那你怎么会做 这个庆辉的料理呢 就是素食的只有炒姜啊 反正我们吃的是比较淺淡一点 那请问一下你怎么会想到开素食餐厅呢 因为我在这里经营好几十年的生意 看了很多众生要吃素食 没得吃 我都很感恩那个菜 像这个茄子 哦 超软超好吃的 这个红线菜也是红菜非常的 这是我们自己在家里做菜会做的东西 这个你看这个苦瓜 嗯 还有这个贵尿嘛 反正看到这些菜 我就觉得说 吃素就是要这样吃了 然后它的素料比较少 我的蔬菜为止 对 都是蔬菜比较少 那我自己是从来不吃蔬料的了 我自己不吃蔬料 这个是卤豆腐 对 所以您是自己 自己就这样做起来 就这么好吃 对 对 菩萨加食啊 是 所以您是佛教徒 对 OK 所以菩萨让你来到这边 让我们吃素的有福了 谢谢 谢谢你 我看到上面有这些 那个是弥勒祖师 哦 那个是弥勒祖师 对 弥勒祖师 哦 是 那边是观音屋上 哦 这边是观音屋上 弥勒观音 现在时间是 中午已经一点十分了 所以很多菜都已经少得差不多了 对 对 所以不管怎么样 我既然到了 那我也很喜欢这边的菜 所以我就给她照一下 好 谢谢 谢谢 胡女士接受我的访问 我是公民记者 这家店叫什么店啊 复古 复古 哦 复古 自主素食 自主餐厅 因为我 每次上来 我就上来了 我也没有注意 它叫什么名字 复古啊 好 为什么会取复古 这两个名字呢 因为人啊 就是要勤勤嘛 像以前的人 很轻贴的啊 轻贼嘛 所以给她称为复古事实 哦 人就是要勤俭啊 哦 要这样 很多爱心啊 来 爱大家 爱观众这样 哦 给人家吃得健康 所以用复古 好的好的 复古真好的名字 谢谢你 谢谢 谢谢 我非常有口福 哦 谢谢 谢谢